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1974年时代开始 主要丹丝丽是大工程之一促进马中建教 请问丹丝丽在马来西亚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和中国建立邦交 其实真正进行建教的工作不是远在74年之间 真正的开始是在1971年 不过经过整三年的讨论三年的交换意见 结果在1974年5月的时候再真实建立 那么真正主要策划的人就是丹丽丽本身 我只是睡住他不了 不过因为你是桥梁 因为你懂得华语 那么中国接触方面比较有方便 我是很荣幸的 当时他相信我处理这个工作 因为当时跟中国完全没有关系也没有那种了解 因为中国是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那我们是在57年独立的 所以在那段时期是完全没有交往 也从来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到了1970年代的时候 因为当时马来西亚的情况 也有些很特殊的 但是为什么等到东拉萨上任的时候 才这个事情才不容易办 可能那个时候东拉萨上 他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他对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比较了解 他也比较比较这个 当时他认为即使我们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政体政治不同 但是都可以共存 但是我也在英国念书 所以我这个也在英国这个情况之下 比较对着共产主义这个 比较没有那种对地 没有那种恐惧感 没有那种恶感 没有那种对齐的心态 所以当时我们刚刚两个都在政府里面 所以就比较容易找到一个共同点 我们都认为跟中国建交可能会对马来西亚的这个情况会有帮助 尤其是对整个整个东南亚的区域的这个局势 可能会起得稳定的这个作用 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 你在那个时代 那个时期 就在70年代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传个亚洲 尤其是东盟这一代国家 都有一种恐惧感 因为很多 在这个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